你知道在你出生的那一天 日本發生了什麼大事嗎? 阿末在Lawson超商印了這個生日報紙後 得知了驚人的事實 哇 日本超市賣菜 還流行個性簽名啊 怎麼每包香菇的外包裝 都印有人名 大觀異宴是哪位? 日本藝人嗎? 蛤? 買一個橘子 居然和買手搖引一樣 還有甜度可以選 日本超市有自助結帳不稀奇喔 但你知道更展新的APP結帳嗎? 聽說只要一支手機就能夠輕鬆購物 免排隊免日幣現金 支付超方便 今天阿末要來介紹日本超市超商 你不知道但超好玩 充滿創意的10樣有趣服務和商品 準備好了嗎? Let's go! 你知道嗎? 日本超商有個超好玩的列印服務 只要輸入自己的出生日期 就可以拿到當天的新聞報紙喔 報紙上面會印有概念 跟日本有關的重要事件 還有當天的電視節目表 簡直就是量身打造的紀念品 也太著迷了吧 趕快來試試看 阿末現在在Losan超商 我們先找到店內的多功能印表機 對著螢幕按下所有內容 往下滑 看到生日報紙印刷服務 點選同意 點選確認購買 哇!還可以選擇要印哪家報社的新聞報紙耶 阿末選朝日新聞好了 接著輸入出生年月日 好囉!按繼續 單面印刷是500日幣 雙面印刷是800日幣 確認選項後再按購買 接著到影印機面板旁邊投幣後 機器就會啟動開始列印 我來瞧瞧上面寫什麼喔 原來呀1992年4月20號這一天 日本前首相公澤喜一和俄羅斯還在交涉 南千島群島的領土爭議 這個議題過了30多年都還沒定案呢 還有什麼其他有趣的大事件呢 喔!還有還有喔 1994年第12屆亞運就是在日本廣島舉辦 上面說 當時參加人數眾多 還有經費不足的困擾有點意思 總之啊 大家來日本玩花一點小錢印這個生日報紙 作為個人紀念十分有趣喔 推推 而除了好玩的生日報紙 聽說近年啊 日本各大商店還流行自助購物 以及更便利的結帳方式 在Lawson 除了有這種比較常見的無人櫃胎 自己拿商品對著掃描機結帳付款外 還有更嶄新的結帳方法 只要在日本當地 用手機下載Lawson官方APP 自己的手機啊 立馬就變成條碼掃描器 結帳付款 一機就能搞定 完全零現金支付 用APP結帳 可以選擇用 樂天配 LinePay 新用卡 共三種方式付款 但可惜啊 台灣和日本的樂天配 LinePay不能通用 大家只能乖乖用新用卡支付囉 介紹完新穎的生日報紙 APP結帳 阿末在加碼介紹Lawson比其他超商更厲害的地方 如果說台灣的超商必吃美食是茶葉蛋關東煮 那麼日本超商必吃就是炸雞囉 阿末最喜歡的就是Lawson家的炸雞 你看看這可愛的外包裝 上面印的小雞插畫 就是Lawson的吉祥物 炸雞君 除了經典原味之外 也有期間限定的口味 一口咬下熱騰騰的炸雞 恰到好處的調味 肌肉口感不柴不死鹹 讚啦 阿末 我發現Lawson的招牌 有不同顏色耶 這個綠色招牌的Lawson一般 也是個超商嗎 沒錯 相較於藍色招牌的Lawson 這裡啊 賣的東西相對便宜 平均百元日幣的價格 也有部分的店家有賣集齊品 生鮮蔬果 就是百元店的概念啦 不論是買宵夜或隔天早餐 只要500日幣就可以吃飽飽了 路過的朋友們千萬別錯過 一起來跟阿末撿便宜挖寶 離開Lawson 接下來逛逛日本超市 有什麼有趣好玩的地方囉 走到蔬果區 發現這裡的袋裝蔬菜 好像都貼上貼紙 仔細一看 發現上面都印有名字 旁邊還有人物插畫耶 原來日本超市賣菜還流行個性簽名啊 也太好玩了吧 這袋馬鈴薯包裝上印的名字是 本田琴美 紅喜菇是劉本翔 洋蔥是武藤衣人 胡蘿蔔是大罐衣燕 欸? 奇怪了 怎麼沒有一個名字是我認識的 難道不是日本藝人的個性簽名嗎? 他們是何方神聖啊? 該不會是政治人物 仔細一瞧 貼紙上面還印有QR Code 阿末來掃描看看 哇嚇死我了 出現真人的臉耶 哇 原來是農產品的生產履歷啦 QR Code 連結到的網頁 可以清楚的知道這些蔬果的產地 以及特徵和食用方法 而蔬菜外包裝的人民 人物插圖啊 就是網站上的這位農夫 這些都是標榜日本國內生產的 高品質認證蔬果 除了蔬果外 還有肉類、蛋、米 甚至還有食譜教學 這個行銷方法蠻活潑的哦 如果哪天未來斜槓種菜 蔬果包裝上可能也會出現阿末插圖 到時候請大家多多捧場呀 除了蔬果生產履歷啊 阿末還發現在水果區 也有一些小亮點哦 這裡的帶裝橘子 有標榜今天的甜度 10度是普通甜 12度非常甜 想平均一點就選個11度吧 另一區也有低糖度的香蕉可以選擇 這樣貼心的設計啊 對於在意糖分攝取的人 很有幫助 日本大超市 有自助微波爐布希奇 那你看過自助冷藏櫃嗎? 某些超市啊 因為特~~~別大間 樓上樓下 還有其他店鋪可以逛 如果在超市內先買了生鮮食品 就可以暫時寄放在這裡 不怕壞掉 而這家伊藤洋華堂超市啊 結帳區外就設有小型的冷藏櫃 使用一次是100日幣 旁邊這台呢 則是乾冰機 如果買了需要冷藏或冷凍的食品 為了防止在回家途中融化壞掉 就可以使用這樣的乾冰機 把需要冷凍的商品裝進塑膠袋 打開乾冰機的拉門後 將袋口朝上 關上門 頭20日幣 乾冰就會快速的噴出來啦 有這樣的服務 只能說日本超市真是太貼心了 如果來日本玩要省餐費 首選就是來到超市搶打折食品 不過每次降價時間一到 排隊人潮就會變多 而這家 利用超市同樣有省時免排隊的便利結帳服務 跟Lawson一樣 在日本當地下載官方APP 自己的手機就能變成條碼掃描器 結帳付款一機搞定 沒有APP的話 也有這種結帳專用手機 可以隨身帶著走 只要拿起手機 對準商品條碼就能加入購物車 最後再到結帳區 一鍵付款就可以囉 阿末示範給大家看哦 按下開始後點擊掃描 手機就會出現掃描畫面 接著對準商品條碼 讀取成功 再掃看看打折區的便當 也沒問題 超便宜的半價飯糰也來一個 如果反悔不想買 在結帳專用手機裡的購物車清單 按下叉叉鍵取消就可以啦 是不是很輕鬆方便呢 今天阿末走訪了幾家日本超市超商 真的很有趣耶 除了前面介紹的吸睛商品 其實還有許多貼心的小服務哦 例如打包用的免費紙箱 萬一買太多 袋子不夠裝的時候啊 就可以直接拿一個自行裝箱 比較大間的超市啊 甚至設有座位休息區 手機充電孔 可以坐著小器 阿末還在更大間的旗艦店超市 看到免稅櫃胎 熟食區就更厲害啦 除了剛剛介紹的便當 飯糰 甚至還有每天現烤的披薩 當然不是所有的超市 都有這些齊全的服務 主要是集中在市區 熱鬧的街區裡 才比較有可能哦 如果大家在日本玩 還碰到其他有趣好玩的小地方 也很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阿末分享 最後記得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MOK玩什麼 最新最實用的旅遊資訊哦 我們下次見